近年來電動滑板在新加坡相當的興盛 是民眾通勤快遞送餐的好幫手 但是最近幾場火災和死亡車禍 禍手都指向了電動滑板 也促使當局頒布嚴格的法令 禁止電動滑板上人行道 未來只能在單車道上通行 當地一度蓬勃發展的電動滑板文化 可能會出現退少 騎乘電動滑板穿梭在大街小巷 是新加坡人的日常 據機動性又省力 成千上萬台電動滑板 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成為市民通勤 以及外送員送餐的首選 不過接連發生好幾場大火 已被證實與電動滑板充電有關 加上今年九月一起電動滑板車禍 撞死了年邁單車騎士 激起市民的怒火 新加坡政府於是在十一月四號宣布禁止電動滑板騎上任何人行道 加上日前新加坡已禁止電動滑板在馬路上騎乘 電動滑板將只能在單車道上騎乘 顯得無用武之地 現階段以宣導為主 明年違規者則面臨罰款 甚至最高三個月的監禁 食物外送員吳先生對新的法規感到相當困擾 身為單親爸爸 他要一個人照顧兒子 該騎單車送餐 對他來說很吃力 過去學者專家建議可透過考駕照的方式規範電動滑板 但新加坡政府選擇在大部分路段強力禁止 可能遏止原本蓬勃發展的電動滑板文化 記者林孝茹報導